乌克兰百万人口城市美丽的师臣利沃夫 会仅让你一饱眼福还能大饱口福哦 今天就来品尝几种著名的利沃夫美食 第一种利沃夫战斧猪排 利沃夫猪排店天天爆满 虽然疫情当前丝毫不影响人们对美食的追求 这家猪排店的特点就是原始 用最原始的木柴烧烤方式 猪排在特制的烤盘上飞转 小哥熟练的翻动着他的作品 上菜也是那么的彪悍 战斧切割 手切刀落 一切合成 这里没有刀叉 需要你用手直接感受猪排的温度 干饭人到了干饭时间 展示吃货战斗力的时刻到了 看看我自学成才的雕刻成果吧 第二种利沃夫樱桃酒 有个专门卖利沃夫樱桃酒的酒馆 名叫喝醉的樱桃 十元人民币就可以来一杯 瞧着乌克兰人多识会 都给倒出张力来了 先敬粉丝一口 大家点赞为敬哦 喝完一口腾出地方 小哥会给加上几颗樱桃 喝完可以吃掉 浸入酒香的樱桃 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呢 店里还有卖成瓶的 大瓶小瓶都有 还有礼盒包装 都是真正的大樱桃酿制 因为乌克兰盛产樱桃车离子 非常便宜 在国内实现不了车离子自由的粉丝来找我哦 第三种 利沃夫羊脚包 门店在乌克兰遍地开花 口味选择非常多 有甜口的 也有咸口的 点了他们的招牌 就叫利沃夫羊脚包 吃羊脚包必须配咖啡 一口下去 羊脚包的层次感暴露无遗 里面的料也是很足 火腿鸡蛋西红柿 就是吃饱喝足的一天 满足 我是一个健儿园创世派的浪哟 喜欢的请点赞关注转发收藏 下期见咯